我很感谢今晚能和大家在一起 我要转达孟孙会长及乌西多会长对你们的爱与感激 妇女会从1842年创立以来 一直蒙受神的先知细心慈爱的看顾 在纳福的初创时期 约瑟斯密就教导妇女会的领袖 和妇女会的成员 知道你们有这样的荣耀历史之后 我对于孟孙会长邀请我对你们演讲一试 分外觉得负担沉重 先知约瑟斯密在妇女会早期的一场聚会中 邀请惠妮主教代替他演讲 惠妮主教在一开始就说 他来的时候原本是快乐的期盼 能够蒙受先知的教导 我可以了解 他那种失望的感觉 也许你们也正有同感 因此我在这一刻做准备的时候 曾经请教孟孙会长 看他觉得分享哪些事对你们最有帮助 而他的回答证实了我在研读和祈祷时 所获得的深刻印象 所以今晚我要对你们谈谈妇女会前人所流传下来的伟大传承 在我看来 前人为各位所奠定的最重要 且最持久的根基 就是以仁爱作为妇女会的核心 并且这仁爱要进入妇女会每位成员的心中 成为他们天性的一部分 对他们而言 仁爱绝非是一种慈善的感觉而已 仁爱源自于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也是基督的赎罪在他们的心中所产生出来的结果 世上有许多妇女慈善团体都在做伟大的善事 也有许多人对那些不幸离病穷困的人 怀着强烈的怜悯之情 但妇女会这组织是独特的 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如此 在他们创立的基础上 那些伟大的姐妹以爱是永不止息为核心 这项座右鸣从一开始就引导着他们 在后来伟大的时节中 在当前新的时代中 以及未来的每个时期 这项座右鸣都将一直引导着他们 这个妇女会 是一群怀着仁爱之情的妇女所组成的 他们的心都因配衬接受 唯有在主的真实教会中 才能获得的圣约 以及遵守圣约而改变了 他们的人爱之心 透过主的赎罪 由主而来 他们的人爱举动 也是效法主的榜样 出于他们对主 无限慈悲的感激 并且靠着圣灵的引导去做的 而圣灵则是蒙主差遣 要在主的仆人推行慈悲事工时 来办公他们 正因为如此 这些妇女不论在过去或将来 即使自己也有许多需求的 有待满足的时候 却能为他人完成非凡的事 并且从中找到喜悦 妇女会的历史中 充满了这一类非凡 无私服务的例子 忠心的圣徒 从厄亥尔迁到密苏里 再到伊利诺 然后越过沙漠西迁 在那段备受迫害 贫穷困苦的日子里 那些穷困忧伤的妇女 还是一路照料着他人 如果我要把妇女会历史中 那些事集读给你们听 想必你们也像我那时一样 掉泪了 因为你们会被他们的慷慨所感动 更有慎者 你们会看到那提升和支持 他们的坚强信心 而深受感动 那些妇女来自不同的背景 每个人都经历了人生中 常见的考验与忧伤 他们基于信心 想要为主为他人服务的决心 似乎并没有让他们逃脱 生活中的种种风暴 反而让他们置身其中 他们有的年轻 有的年长 就像今日的你们一样 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 但他们一心一德 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 他们抱着决心要协助主建立西安 能在西安中找到摩尔门经理 生动描绘的那种幸福生活 你们都记得 尼腓四书中所描述的情景 在主带领着他们辗转前往西安的旅途上 他们心中寄望的正是这样的景象 事情是这样的 事情是这样的 在第三十六年 整个地面上的人民 不论尼腓人或拉曼人都规信了主 他们之间没有纷争 也没有争论 每个人都彼此公正相待 他们凡物公用 因此没有贫与负 束缚与自由之分 都是自由的 都享有天上的恩赐 事情是这样的 那地没有纷争 因为人民心中有神的爱 那些妇女会的成员 并未享有这样宁静的和平的时光 但是神的爱仍住在他们心里 因此 他们能耐心地 持守在西先的旅程中 也持守在往后的多年的岁月里 由于景况困难 妇女会有四十多年 并未以整个教会的常设组织来运作 到了1866年 百汉阳召唤伊丽莎书 协助主教组织起妇女会 1880年 叔姐妹蒙召唤担任总会妇女会的第二任会长 妇女会的记录显示 当领袖们向全教会的姐妹表示要再度 开始正式的开始妇女会的事工时 她们发现 姐妹心中的人爱 未曾稍减 姐妹们始终抱怀着慈悲之心 帮助困苦之人 对于一直忠于圣约的姐妹们来说 那是仁爱的恩赐 基督纯正的爱的恩赐 始终留在心上 她们一直保有这个恩赐 往后的数年中 妇女会人数大增 也一发开始有能力去服侍困苦的人 妇女会在那些大有远见与才干的妇女领导之下 开始带头开始了慈善的服务 当时在那些边陲地带 从未有过这一类的寄贫服务 她们创立了一间小型医院 还资助妇女到美国东部接受医疗训练 以便回到医院任职 这间小医院后来成了美国某家大型医院体系的前身 她们展开了多项计划 那些计划在后来多年间成为教会在全球各地的社会服务计划 她们创设了一个很有成效的谷物储藏系统 能够在战时和危机发生时迅速回应联邦政府的求助 她们开设其他的组织 后来成为教会的儿童会以及女青年组织 她们为妇女会创办了自己的杂志 她们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妇女团体之一 她们也在美国妇女团体领域担任此领袖之位 由于妇女会的这股核心力量 才促使本教会开始施展能力 在全球展开人道救援的服务 各国领袖在访问犹他州时 看到教会如何援助全世界的平民 以及战争与天灾的难民时 都不禁肃然起敬 深表钦佩 那些赠予神之儿女的美好礼物 正是妇女会历久不衰的传承之一 先知约瑟斯斯密 曾在妇女会最早的几次聚会中 告诉姐妹们 她们忠心的服务会促成非凡的事迹 她说许多皇后都会来此 从她们的服务中学习 并成为她们服务的一部分 我已见到那项预言的应验 我也从记录中看到 经文中对那些服侍主 做他事工之人所做的应许 也已应验在那些妇女会先驱者的身上了 那项透过先知约瑟斯斯密所做的应许 记载在《教义和圣约》第八十八篇 那篇经文谈到那些在随后的时节中 蒙召唤与他一同服侍的人 然后他对第一个说 你到田里工作 我会在第一个时辰到你那里去 你将看到我愉快的面容 然后他对第二个说 你也到田里去 我会在第二个时辰 戴着愉快的容貌去看你 然后也对第三个说 我会去看你 然后对第四个 一直到对第十二个都这样 然后田地的主人 在第一个时辰 到第一个仆人那里 整个时辰和他在一起 主人的荣光使他很高兴 从妇女会早期的记录 可以明显看出 那些姐妹都感受到了 主所应许的喜悦 主与那些姐妹同工 使他们的事工兴旺 并感受到了喜悦和光 贤侄约瑟也遇见到了 随之而来的另一个时节 他看见了 那些妇女在第一个时节 所要建立的伟大事工 但这在当时看起来 似乎有些矛盾 因为他说 他们必须去服侍 祝福 看顾他们亲近 熟识的人 喜悦的建造时节过去之后 主引导那些妇女会 进入另一个时节 离开他们建造的 如此加美的地方 我知道 当那间靠着妇女会 所造的根基 而扩展的医院体系 改由男性来承接的时候 对那些男性来说 确实是很艰难的 主透过他的先知 清除指示 他的圣职仆人 可以把维护和建立 那个强有力的 行善工具的责任 交付他人 因此本教会 就把这些优良的医院体系 捐了出来 我也认识 也十分钦佩 在那所医院体系 感受到服务喜悦的那些人 我看出他们认知到 自己的喜悦 是来自于与主同工 而不是因为自己的成就 因此他们面带微笑 快乐地将他们 建设起来的医院 捐出去 他们深信 这是因为主建到了 别的地方 更需要他们的服务 在另一个时节的 其他领域 更需要他们的服务 妇女会传承中 一项极珍贵的部分 就是妇女会的领袖 及成员 有着相同的信心 主深知 在下一个时节中 哪里需要用到 他们优异的才干 哪里就可以找到 比创立及建造 美好慈善企业 更大的喜悦 教会不断茁壮 遍及全世界 在教会日益扩展 而至世界日益动荡之际 他们所创设的各项服务 开始需要用到 大量的资源 也需要定期的监督 如果推行庞大 并且有总会 集中控管的计划 将会让妇女会的 领袖和成员 有较少的机会 去感受那份与主同工 以及为个人服务 的喜悦 在新的时节中 朱已准备了一个新的机会 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 唯一能在这么庞大的教会里 提供支持与安慰的体系 只有透过住在 贫困者周遭的仆人 才能实现 主从妇女会的一开始 就已经遇见了这一点 他已经设立了一个模式 两位妇女会的姐妹 蒙受主的召唤 接受指派 去探访另一位姐妹 这项做法 从一开始就是对的 当对方的需求 超过这两位受指派的 探访教导 教师的能力时 妇女会的职员 就将他们所认识的 富有信心的姐妹 组织起来 去提供爱心服务 这样的服务 经常就在自家附近 由熟视的人提供 妇女会成员 在当地的聚会中 教导福音 并为救主及福音的 父亲做见证 女儿看顾着母亲 母亲也聆听 教导及照料女儿 妇女会成员 一向深受当地 圣职牧羊人的信任 每一位主教 和每一位分会会长 都有一位 妇女会会长 可以依靠 妇女会会长 有探访教导教师 去了解每一位姐妹 有何考验与需求 并透过这些教师 去认识每个人 和每个家庭的内心 他可以提供所需 协助主教去旅行 去召唤 去滋养个人和家庭 妇女会的传承中 有一项奇妙的部分 可以从向圣职妇女 会表示尊重 和妇女会同样 尊重圣职的举动上 显现出来 这点我曾见过 几年前 我的主教曾笑着 对我说 怎么我每次去知会 我每次去知会的一些困苦人 家探访时 你太太总是比我先到一步 每位稍有经验的主教 和分会会长 都因姐妹们受启发的榜样 而感觉到温暖和提醒 这些姐妹帮助我们积极 若是缺少了爱心服务 无论男女 没有一个人能得到救恩 你们年长一些的姐妹 都记得莫林罗密会长 曾引用过下列摩赛亚书的经文 他提到自己像姐妹们 一样下定决心 要忠信地提供那样的服务 为了我对你们所说的事 也就是 为了使你们每天都能 保有罪的赦免 无罪地行走在神前 我希望你们按照自己所有的 把财务分给穷人 给饥饿的人饭吃 给无异避体的人衣穿 探访病人 按照他们的需要 给他们在属灵与属事上的援助 罗木仪会长这么说 他就是希望 我们大家能够得到罪的赦免 现在 该来谈谈你们必须做些什么 才能把这项奇妙神圣的妇女会传承 传递给以后的人 你们只需要做微小而简单的事 只要记住 这些传承是心心相传的 人爱 基督纯正的爱 是主应许他中心门徒的那种 内心巨大改变的一部分 因此不难看出 要将这传承延续下去 有哪些简单的事 是你们可以去做 也是应该去做的 每次你和同伴准备去旅行探访教导时 只需要记住你的探访会获得什么成功 这不仅是进姐妹的家门 不仅是说出探访的信息 不仅是询问有什么可以帮助的 这些成功需要经过许多次的探访之后 才会来到 你也可能不会在这世上 见到你已成功的任何证明 但是你会从圣灵那里感受到 你是否走在那条路上 我曾和某位妇女会成员 讨论过她所做的一次探访 受探访的那位姐妹 她在丈夫一场突发的悲剧中 很快即将离开人世 而近几年来 那位妇女只跟妇女会 有断断续续的接触 那位探访教师 为了做好准备 就到一间花店去买花 那正是郁金香盛开的时节 一把把五颜六色的花 堆着带寿 她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 但又却觉得 应该是另一种颜色 她不知道为什么 要选择黄色 但是就是这样选择了 她在门口地上 那把黄色的郁金香时 那妇人微笑着说 来看看我的后花园吧 那里满园子都是盛开的 黄色郁金香 那妇人说 我刚刚还在想要不要捡一些花 摆到屋里 不过既然你带了这些花来 我就可以把这些花留在外面 让我多欣赏一会儿了 之后 他们就像老朋友一样 愉快地闲聊起来 那位探访教师 因为感觉到应该带这些花去 也因为感觉到应该选择黄色郁金香 而得到证明 知道自己是奉主差遣的 我们可以从她的口吻中 听到那份喜悦 在她跟我谈话的时候 并不知道那位寡妇 在那次探访之后有何感受 但是如果那位姐妹 因此感到神对她的爱 感觉是神差遣一位天使 到她那里 那么在神的眼中 那位探访教师 就已经帮助她走上成功之路了 那位探访者可能只会在来世 才能证实自己中心的努力 带来了什么样的成功 另外两位探访教师的经验 也是如此 他们两人一再抵将爱心 带给另一位住在 附近安养院的寡妇 长达九年久 在经历了艰辛的考验之后 那位寡妇在数周前过世了 我们必须彼此珍惜 彼此安慰 并且彼此教导 好让我们都能够在天国中 坐在一起 当你们协助人在心中 接纳仁爱的恩赐时 就是在这 就是在将这传承 传递下去了 那些人接受到后 就可以把它再传给其他人 妇女会的历史 是用文字及数字记录下来的 然而妇女会的传承 却是用心相传的 这就是家庭妇女 因妇女 因妇女会而受益匪浅的原因 家母留给了我 留给了我一枚小别针 上面刻着 爱是永不止息 这几个字 贝克姐妹则给我了 这枚小的 可以别在西装的翻领上 家母所留给我们家人的历史 历久不衰的传承 就是她的爱和主的爱 我从家母代替主 付出爱心时所做的小事上 见证并感受到了这样的爱 家母是妇女会的成员 她没有女儿 但内人已将这项传承 传给了我们两个女儿 我见证 留给我们家人历久不衰的传承 就是她的爱和主的爱 我从家母在代替主 付出爱心时所做的小事上 见证并感受到了这样的爱 家母是妇女会的成员 她没有女儿 但内人已将这传承 给了我们的两个女儿 而他们也将这传承 继续活在其他人心中 我见证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 当我们和基督同工一起为人服务时 我们会感受到她的喜悦 她活着 并经由她的赎罪 使我们能够恳求和获得仁爱的恩赐 我知道天父活着并回答我们的祈祷 你们所属的妇女会 是由复兴福音的先知 约瑟斯斯密 创设并规划的 神赐给活着的先知灵感 召唤了贝克姐妹和她的父会长 我知道这是真实的 你们拥有着荣耀的传承 我祈求神会启发你们保存这传承 将它传递下去 去造福未来的世代和时节的人们 为他们带来喜乐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